是不是還有知識呢? 是,按吧 自從上次的失敗,我幾經辛苦 仍然BBC肯原諒我 我這次不可以失敗 喂,到了嗎? 是,到了 死,不知道有沒有被他見到 今天好像有點熱,我看你流汗 如果有個地方文青得來,又有咖啡 咖啡好,咖啡好,我帶你去好不好 好啊好啊 我們走吧 好啊 我還是很想要 好啊 這輛歌 只要走 是,不可能 快點 走 耶, 這裡是百層樓梯 哇, 這裡是哪里的? 我走了幾百階樓梯 這裡呀, 這裡不是咖啡園 咖啡園? 是呀, 是咖啡園的 你不相信, 在那裡? 在那裡, 就是咖啡園 話說1916年 一位從巴西回國的華僑 帶了不少巴西咖啡總土近來了 由於香港是當時咖啡主要銷售地 於是,構思在香港找種咖啡的地方 他體用了掃港部旁邊一座山 認為土質、氣候適合種植咖啡 誰知,投資是不代表有回報的 咖啡樹身上得不好 不少樹苗移植之後就枯死了 令到他最後放棄這個咖啡穴 有怪不怪,小女兒不懂世界 我只是小杯咖啡,咖啡豆也沒有 這是一個墳場,怎麼搞的 這裡有很多歷史可以說 1918年2月26日 在香港爬馬地馬場發生 讓城六百人上身的大火慘劇 成為香港史上最嚴重的火災 於是,離難者也適數被安葬在咖啡園墳場 這個馬盤遇難中西侍女公務裏 是不是長知識呢? 是,這樣吧 認嬰兒,認嬰兒